在第1085期视频里面 我说到我们团队帮客人买了一个列治文的独立房 花了140万 有客人说 这140万不错呀 还有没有了 今天给你介绍这一套 139万9 这条街的名字叫King Come 意思是国王来了 门前有一棵果树 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果 东川你好 来了哥 请进 今天带你参观一下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半个楼平城 这房子多大 1100尺 1100尺 第多大 第将近490 对 就是他的一个living room 客厅 客厅 对 然后这块是他的厨房 台面 适应台面 台面换我 对 对 然后这边是洗衣房 是这样 然后这边一个饭厅 它是一个权位在这边 一共只有一个权位 对 然后三个 三个卧室 这是热水器 热水器 这个房子是电取暖对吧 是电取暖 这窗户换过 大概是八年新 对 做专业 做专业吧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对 那边是住屋 屋顶换过吗 屋顶换过 屋顶是哪一年的 我没记错应该是12年的 2012年的 嗯 那我们去院子看一下 好 去院子 那首先这个是一个阳光房 这个deck是带cover的 对 又有阳光 但是又能防雨 对 它家果树种的很多 哎呦 这个我看门前是一棵杏树 对 这是苹果树 哎 这是什么树 是一个四字树 四字树 对 然后樱桃 这是樱桃树 哈哈哈哈 这还有个枣树 就这个小小的 这个枣树 小小的枣树 啊 这是乌花果 哎 你看结了老多果了 啊 然后葡萄 葡萄 嗯 葡萄 这还有一棵葡萄 这还有一棵葡萄 那个又是个樱桃树 对对对 这果树很多呀 地上也是以前做了很多这种 可以适合种菜 种菜的 你看这地上啊 特别多 哇 这要是种菜 种粮食的话 够吃了 哈哈哈 这都是storage 对 工具房 工具房 啊 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这是76年 76年的 对 那么139万9 不到140万 对 不到140万可以买一个townhouse 新的 哎 对 或者是买这样的旧的house 带大地的 哎 对 你觉得十年以后哪个增值幅度 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这个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太好了